每次说到罗技G502就会掀起一阵爱恨情仇的话题 因为这是一款优点和缺点一样突出的鼠标 作为一款游戏鼠标 它显然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合格的 罗技也不会知道推出的这一款G502会这么的好卖 好卖到不用升级就能够持续的热效 这款罗技G502外观非常的炫苦 前半部分采用了人体工程学的造型 后半部分采用了对称型的复刻造型 使用起来手感舒适 特制的无极滚轮可以一键切换有阻力或者无阻力的模式 不仅能够当指尖陀螺 浏览器网页来也非常的方便 除了左右键和模式切换键之外 还有丧心病狂的七个可编程按键 办公用起来实在是非常的方便 当然按说游戏中用起来也可以和开挂了一般 但是太重了 太重了 太重了 这个金属滚轮手感是好了 却造成了头重脚轻的问题 重心前轻 不得不用配重块来保持平衡 不加配重块就已经达到125克 再加上18克的配重块 实在是鼠标手缔造的博尔之犬 所以逻辑也知道是重的 因为它后来的游戏鼠标 基本上都已经设计为小于100克左右的黄金重量 还有的问题就是这款鼠标采用的是第一代的编织线 硬的和钢编式 而且还非常容易开线 缝隙极难清理 看看我收集的办公室的这一款 实在是偶有损坏的微动不说 狙击件测群机构 线材太粗 金属滚轮易腐蚀等等问题 还好呢 无线版G502来了 那优化了重量 更换了金属滚轮 没有了编织线 裸重118克 再减去配重仓盖和接收器盖 108克的重量 大多数的办专业选手的问题 肯定是解决了 相比于G502有线版 这款无线版 华丽丽的把价位拉到了900大洋 但是呢 这不还是那个Hero传感器吗 还是那个模具卖三倍的价格 怎么说呢 实在是性价比低到令人有些发指的程度 有这个钱 为什么不入手G903或者G Pro无线版呢 所以到正题了 我们的决定 让我们支店实验室的重量级工程师 来改装一下这个旧的G502 看一看重量能不能有所下降 首先就是要先把这个原来原本脚贴覆盖的地方 前面会埋着4个螺丝孔 这个我已经先事先把脚贴已经接下来了 然后直接开始就可以 好 四个螺丝都撬完之后呢 把这个盖板拿下来 从鼠标的这个地方 里有一个卡口 从里往里撬进去 把里面的卡口卡下来 然后从后边往里掰 要确保里面的PCB没有移动 不然的话排线会断 好 这样外壳就拆下来了 我可以先腰一下这个外壳有多重 单单这个外壳的重量就已经是54克左右 也就是说整个鼠标这个底板连着PCB 各种按键放在一起 只有大约62克左右 首先要把这个爱事的PCB先拿起来一下 这边有一个小横杆把它撬起来 拔出来 这个滚螺就可以拿下来了 拿下来之后 这颗主板上这里 1 2 3 4 5 还有5颗螺丝 特别拧上来 这个弹簧取下来的时候要注意 因为特别小 很容易弄丢 把这个拆下来 好 这边固定螺丝都拆完了 然后需要先拆排线 这个排线 主板的排线在这里 轻轻的刀给它弄开 这个时候慢慢的就把这个排线动断 然后把这个拿起来 这样 这根线就下来了 这根线大概就已经有42克左右了 然后我们摇一下我们替换这个线 28克 都清了将近13克了 装的时候呢 这个部分因为不是原装线 所以要比着这个要剪成一样粗细的 这两个 然后这上边会有一个小凸起 这也不需要 把这个盖回去 能够卡住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这个线 放回刚才这个线材 把PCB复原 对准刚才的卡扣 螺丝口 然后呢 把这个新的线插到这个排线上 然后把这个支撑滚螺的架子也装回去 然后呢 把我们买的这个 替换过的这个新的滚轮装上 我们可以先描一下这个滚轮 之前的那个已经腐蚀的很厉害的这个金属滚轮 16克左右 新的这个G900和903上的塑料滚轮 只有10克左右 清了6克 注意要把这个弹簧系的装回去 这个是弹齐鼠标中键用的 滚轮对准 放下去 然后把这个滚轮拴 插回去 好 我们连弹箭导先测试一下 这些键都依然可以使 改装后的按键都依然可以正常使用 然后呢 现在就是 我们把它复原 把这个外壳重新装回去 就OK了 然后 螺丝拧上 就大功告成 经过一轮改装呢 我们主要是换了鼠标线和鼠标滚轮 它现在的重量呢 已经由125克 减到了106克左右 大概清了20克 这个是官方减重版的无线502 我们来看一下 117接近118克 改装以后的逻辑G502游戏鼠标 重量呢 还是让我们大吃一惊的 减少了非常多的重量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留言区见 下村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